这个女人太惨了 被轮番欺负后 濒临崩溃边缘 黑帮头头大胖还不想放过她 一手掐着她的脖子 对着她的脸一顿疯狂竖出 女人被打出鼻血 仰头摔到了沙发上 大胖抓过来继续暴躁 把她按在桌子上使劲流擦 再一轮将她狠狠地爽到地上 女人鼻青脸肿奄奄一息 毫无反抗的机会 这还没完 只见大胖拿出她的招牌剃刀 直吵女人眼睛扎去 瞬间就毁了她的双眼 之后大胖又冲进卧室 一把掐住小女孩的脖子 用枕头撕撕捂住她的脸 女孩拼命挣扎 但劣心太行 根本逃脱不了 最后在床上彻底失去动静 大胖站起来满意地用手 输了输自己的几根杂毛 然后带着弟兄们离开 丢下被残忍对待的两母女 殊不知大胖已经惹到了不甘惹 女人名叫小美 她的父亲大山是一名退屋狗 因为前几天目睹 大胖当接杀人而被冰伤 趁她不在家 报复了小美和外孙女 警方发现惨案 等大胖赶到医院的时候 无比痛心地看到 双目失眠的女人 更令人伤心的是 外孙女只剩一具冰冷的尸体 大山恨不得 马上去找凶手报仇 谁知警察 以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名义 想要拘留她 就在三个手下 准备强行带走她时 大山用一个铁盘 瞬间干翻两个 对方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直接被砸晕过去 转头警察上司用枪指着她 但两人以前是战友 也是多年好友 在大山霸气的威慑下 上司放下了枪 并给了大山一个车钥匙 大山走出病房 现已切换成欲神杀 神欲佛杀佛的模式 还没等守门的警察反应过来 就在一秒之内干翻了他们 接下来就是去找凶手了 男人走进酒吧 一言不合就开打 先是一个手刀干掉酒保 另两个人刚靠过来 就再遭拳击 毫无可乘之机 光头难过来想试试身手 被大山碾压得毫无血压 大山一套漂亮的军体拳 就把他干翻在地上 这时有人从后面用女子偷袭 被大山一个大逼都原地制裁 接连几个保镖出战 一个个冲过来和大山过招 但都不是他的对手 大山教训他们跟完事 不到一分钟就把他们全部打打起来 此时不远处的一位长发男 看到大山 转身就往帘子后面跑 大山也发现了他 于是紧跟其后 顾一会就拦截了他的去 长发男都快吓哭了 大山连声质问凶手在此 如果长发男不老实交代 大山就把他交代在这里 男人疯狂求饶 将凶手的名字告知了他 但大山没有放过他 毁了他女儿的整个黑帮 都要付出代价 大山把枪塞进男人嘴里 不由分说地开了枪 不愧是杀人不眨眼的老兵 几分钟前从医院出来的 大山直奔女儿家 现在这里已经被警察封锁 但大山直接冲过去 抓了守门的警察 经过一番暴力的恐吓审论 警察说只知道 这片社区由大胖管着 显然警察不会知道 大胖现在的位置 只能说出他常去的酒吧地址 大山不坐片刻停留 在确认好后背箱里的武器后 就开车直冲酒吧 大山通过长发男的手机 获得大胖的号码 然后让老友实时追踪 这个号码所在的位置 随后大山拨通了大胖的电话 两方简单交涉后 就互相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但大胖丝毫不怕 还一个劲地嚣张挑衅大山 大山确定了此人救世 那天当接杀人的黑帮偷偷 也是残害女儿和外孙女的人渣 大山回到社区 找到了原来待在大胖身边的一个小弟 大山又是一顿快速舍 见小弟还在打马无影 大山毫不犹豫地对着他的膝盖开了一枪 小弟倒地求饶 交代了他们帮派的大本营位置 大山依然不会放过他 直接朝小弟当不开了枪 然后潇洒离去 男人一个闪现到敌人背后 用他强壮的弓二头积累死了手的人 大山顺利走进黑帮大本营 先丢出一个烟雾弹 然后迅速举枪扫射 不等敌人有反应的时间 大山就放倒了这一屋子里 他拿着枪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前进 来一个干掉一个 不到一分钟 大山就接连打死了两个人 之后敌人越来越多 大山一路披荆斩棘 用行云流水的枪法消灭了他们 直到老大出现 大山才知道这里不是大胖的地盘 原来聪明的大胖 早预料到大山会追踪他的手机 于是在和对手帮派进行交易时 趁机把手机丢在了厕所 从而导致大山过来学习了整个帮派 在老大告知大胖的老巢后 大山一枪崩了他 不久后大山潜入了大胖在码头的老巢 他先躲在暗处等待机会 然后等人经过十足一击败 大山前进的异常顺利 一枪一个毫不犹豫 子弹用完就只能靠拳头 大山又给我们来了一段精彩的打斗表演 对面走过来的两个人在他面前就是渣渣 在大山连续打倒几个人后 大胖终于肯现身了 有枪他不用 非要脱掉外套拿着剃刀出去排 长期不锻炼的他根本不是大山的对手 很快就被对手买了 接着大山一记铁头弓就把他打得找不着 最后大山用他最引力为豪的伤之力量 生生掐死了仇人 可以说是秒杀了 大仇得报 大山淡定地接受带骨 他被送上球车 老友过来偷偷递给他一个开锁工具 大山逃了出来 给女儿打了最后一通电话后 潇洒离开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即使死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惹婴汉 一般是惹不起